你可以住在學校 好耶 這個學期我們立刻就出一點點作業好了 不然看起來就好像很難有什麼進行 因為怕你找不到連結 所以就給你這個檔案的連結 然後 那你會看到這樣子沒有地方寫對 因為這媒體好像都沒辦法用一點點格子讓你寫 好不好 所以你要稍微蒐集一下資料明證的資料 你可以 找到電了 再打 這一次可以做驗龍 所有做驗龍 我會慢慢增加 還沒寫完 還沒寫完 就是出驗這輪天的連結 我們上一年期期末上到這個 水氣的含量 我們講的那個 相對是這個圖表 我們需要註習一下 過保和 過保和水 那那個討論區剛才會講 就是這次地震的不斷 請各位思考一下 地震主要的 這次地震主要的原因 那當然 原因 其實它現在主要有兩公尺 你叫土壤液化 你叫盲斷層 盲斷層 什麼叫盲斷層 什麼叫盲斷層 沒有關它到的斷層 為什麼關它不到 因為它被藏起來了 為什麼它被藏起來了 因為它被壓住 壓太深了 因為它被壓住 壓太深了 因為它被壓住壓太深了 就很早以前的 這個地震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陳毅推測 陳毅推測是一個合理的結果 沒錯 加一點 好 加一個投入點擊 對 之前什麼都什麼都不見了 結果我上次有六點 我昨天有加點 我記得我之前發明 這全部都要怪他們 一年級打掃的就把它擦掉 一年級是誰 我不知道 不會是你支持的吧 不會是支持的 他問我可以不擦 我都可以擦 對啊 那就是你 你許的 但是我教你前照相起來 還沒給我 還沒給我 我等一下教他 先把上面刪掉 那個上面有十點 好可惜喔 有不見了 好 那個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 他在板塊錯位的時候 錯位 可是錯位呢 他並沒有完全整個板塊錯位 所以他沒有 對 他錯了一半 對 他錯了一半 所以他上面是 他最上面可能是個皺褶 YES 這是第二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因為陳毅講 可能在五一年前 他是斷層形成的 可是這五一年當中呢 慢慢的土質覆蓋覆蓋 又什麼蓋蓋蓋 把它蓋起來了 所以這個斷層被遮住不見了 這也是那種盲斷層 第二種盲斷層 就是他裂的時候 他沒有裂 從頭裂到尾 他到最上面那邊 他執行的一個皺褶 凸起來 會凹下去的一個情況 他沒有完成斷層 所以他變成一個盲斷層 盲斷層 盲斷層有沒有問題 盲斷層有沒有問題 就是你無法預測 盲斷層有沒有 盲斷層有沒有 那盲斷層有沒有查 灰側 怎麼灰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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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發生裡面可以查得到 就是你要 剛剛有說技術 這張技術我也不知道細節 但是簡單來講 他們還是用地震波去探測 那後來在美國 他們也曾經有一次盲斷層 產生地震蠻嚴重的 後來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就用一個石油井 很深深的石油井 在石油井裡面去製造造造音 製造衝擊波 製造波動 去判測說 我現在產生波動 他的回波 他的折射是怎麼樣 他的P波跟S波 記不記得P波和S波 P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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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P波有個S波嗎 重力波 重力波 什麼叫重力波 已經先入了 什麼叫S波 P波 簡單講波有兩種 我們先講 橫波和重波 橫波和重波 我猜應該重波 為什麼是重波 因為我猜 什麼是重波 我剛才講的我猜 什麼是重波 解釋一下重波 重波就是非常的重波 重波跟重力波不一樣 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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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重波 壓力波 不是啦 進行的方向和它的 波進行的方向和它的 那個 和它的那個什麼 波的 疏密波 對 剛剛誰講壓力波 我 壓力波跟疏密波一樣 就是重波 對 簡單來講就是它的支電 擺動的方向 跟波前進的方向 是平行的 懂不懂 對 我這樣子講話的時候 這個聲音 這個空氣分子 給我壓縮對不對 壓縮 壓縮的時候這個空氣分子 讓來個振動 我聲音是向前傳遞 所以這個振動的方向 跟波前進的方向 是平行方向 重要重波 好 這是第一個 我現在形成地震了 地震波怎麼傳遞 呃 重波 重波 對 怎麼傳遞 劈波怎麼傳遞 往外壓 往外壓 怎麼樣的往外壓 跟吹音的傳遞一樣 一層一層震 好它是四面八方的傳遞 它那一層一層傳出去 不知道在那邊有層嗎 它那一層一層傳出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想像那個 它那層傳越遠的時候 能力越弱 弱 能力越小 整波都越小 好了 那你看 撞到這邊的時候 撞到地表這邊 它變成什麼波 上下 它變成上下 對不對 好 我本來是 疏密波 撞上來 撞到這邊之後 這是一個界面 這個界面形成什麼 這個界面這樣傳出去變成波 變成類似像波浪的波 波浪的波 波浪的波 S波 S波 S波叫解力波 解力波 或者叫做我們的橫波 橫波什麼意思 它的平面方向 它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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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的前進方向和它的 它的波這個 和它的什麼 和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叫什麼 就是它的 那個叫什麼 又理智道的名詞解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那不然做都用 不要誤導我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 其實上新的學科 會追蹤的就是 會很多新的名詞 還有新的學 會很多新的名詞 就像剛剛大臣講青天 它是一個名詞 實際上它講的概念 你們以前都學過 只是你不是要用這個名詞來表示 對吧 我們講的 因為電子的移動 所以這邊會帶極性 會帶電性 這電性跟別人吸引 這叫做輕件 這是我們想說 沒有用輕件的名詞 然後放到你 能拨 拨上面的每個戒指 我們就這樣說什麼 叫這個指點 一個policle 所以它就是名詞 要記 這個名詞就是 你接觸的越多 就越容易記住 就跟周期表 跟越體質量一樣 電子需量 你接觸的越多 自然就會記起來 可是記起來 我們在彈的時候 就會知道你在講什麼 比如我現在講指點 你知道什麼叫指點嗎 指點 指點是什麼 teach teach 教 指點 teach teach 教 指點 好 你講那個指點 我講的是這個指點 這個指點什麼意思 教不會 這指點的意思簡單來講 就是有質量的點 有質量的點 有質量的點 就是指點 英文簡單來講就是叫policle 什麼叫policle 就是一個小顆粒就是policle 然後一個小顆粒就是policle 所以這是一條線 這條線在振動 它有一個波傳遞過去 我跟你說這條線上的每個點 都是一個指點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指點 所以一個橫波的意思說 指點振動的方向 跟它波傾傾的方向成 成平垂直 成垂直 成垂直嗎 我們可以講橫波嗎 對 是不是垂直 我波上下移動 所以波的情緒方向往這邊移動 好了 這個地震波傳到這個表面的時候呢 這波 在這邊如果上下 因為它是正 壓力波它是震動 可是在這邊震動呢 傳到表面的時候 它變成什麼 變成橫波傳入去了 這叫做 S波 所以S波的傳遞 跟P波的傳遞 是不一樣的方向 它基本上會成類似 它90度的概念 好 所以它可以靠P波 S波的一個震動 來感受它的 去推測它的 地形 為什麼會感受得到 因為我們知道 經過一個介面 小身邊有個介面 我的波傳遞過去 會產生什麼 什麼情形 一個反射 一個反射 沒有錯 一個反射 還有呢 一個折射 一個折射 會產生反射一個折射 所以會有這個結果 那像這個波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講說 壁口比較好幾層 有沒有 這個波壓到那邊 這邊會產生一個 折射 折射 也會產生一個簡易波 這會產生一個簡易波 有概念嗎 有概念嗎 大概會產生簡易波 這條線上 這個介面上 它產生簡易波 可是它不是介面 漠視不良 對 類似 它是類似的介面 但那邊就形成一個 類似介面的地方 波這樣也會 這個波的方向 它會形成一個反射波 也會形成一個折射波 這個反射波 這個反射波 跟折射波 都還是重波 那個線子我們用來虛 那就跟赤道一樣 赤道沒有線 那個也沒線 天空中的雲在飄 你看雲會不會飄成一個像波浪狀的東西 我們沉積眼 那個積雲 那個沉積雲 那個雲 它是因為風在碎頭 風之上它有個波浪的情形 那你想當 它沒有介面怎麼形成這個簡易波 結果 事實上它有介面 那有介面 那就是通訊 戒指 它只是不同的戒指而已 他是1太的戒指 那是7太的戒指 就不一樣的戒指而已 但是大陸頭會變成癮波 就要隨便 我在水裡面突然會爆炸 這爆炸產生的時候 這爆炸什麼波 是重波 是壓力波嘛 對不對 是壓力波 這壓力波爆炸 傳到水面的時候 水面形成什麼 解力波 開始形成一個波浪 對不對 這爆 突然間瞬間的膨脹 壓力波傳遞 往外傳遞 那最上面再人傳到水面上的時候 它是不是衝出來 就變成一個解力波出去了 但在裡面的波浪的傳遞 還是壓力波啊 在水裡面的波還是壓力波 在水面有形成解力波 因為它同一個戒指 它只有壓力波出去 它只有從那個戒指邊 它才能解力波出去 好 那問一個問題 解力波比較快 還是壓力波比較快 傳遞速度 你覺得 壓力波比較快 這感覺上就會感覺出來 壓力波是比較快 好 這是 疫症 好 那土壤液化是什麼 土壤液化是什麼 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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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液化應該是一種排列變成型 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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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沉水就擠出來了 這時候千萬不要用手指擠錯了 這叫土壤液化 側面效果 你們有沒有看這新聞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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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錯可能 不好意思 土壤液化是這樣 水就跑上 但是沒有水就不會有土壤液化嗎 像土壤液化的另外一個概念 土壤液化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種 當Pollicle之間的運動 你知道很震動很快的時候呢 它是有點像液體的概念嗎 我震動很快 人陰 液體 好 這邊 這是鎖腳底 這個很像是 石頭 很像是 石頭 很像是地表 石頭 當你這樣放的時候 它是可以沉上你的重量對不對 它可以沉上你的重量 但是當我們突然震動的時候 就沉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它密度比較高 它比較重就擠下去了 因為它密度比較高 它比較重就擠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支撐力跟你的密度還是有關係 當你的運動太過 比較高頻率的運動的時候 這本的Pollicle之間 它鬆開的時候 它就像液體一樣 它沒辦法支撐密度比較高 密度比較高就這樣 像密度比較小 我們來浮上來 對不對 我們這樣放著 沉下去了 浮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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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出現了 那就浮上來 OK 好 對 這是 這是另外一種 液化的概念 但它是附在液態之間的 也就冰化 好 故意 所以 但是液化其實 目前有些人做一些實驗 就是說它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它從來液化 那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好好研究的 如果你願意設計成一個實驗 把這個實驗去執行它 譬如找出Pollicle的大小 找出水的含量比例 怎麼樣都會讓它產生突然液化 找到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實驗來做分析 對不對 可以這樣 不值加分 如果說做得好 這實驗做得好 我們可以爭取一個 這個自然獎項 可獎 對不對 我們清水班的這個 第一屆自然科學獎 那就可以 就有巨額獎金 好不好 好 這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認識大學 上一個上學期末 加一個曲線 記不記得 這個曲線很特別 銅鞋 這邊叫做神器 銅鞋 銅鞋 這樣就是不做 好 我忘了在做 debido 這什麼意思呢 黃姐 叫什麼意思 說聞看 水氣壓越大 代表溫度越大 是這樣的嗎 水氣壓越大溫度越大嗎 没有,它代表了碳水气压的关系 这条线是什么线? 那条线叫做 保和什么? 蒸气压 保和水气压 保和水气压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不存在 不存在一个什么叫水气压越大,压力越大 温度越高不一定 但是你可以讲一个 温度越高,保和水蒸气压越高 合不合理 对 对吧 温度越高 保和水蒸气压越高 那这什么概念呢? 这什么概念? 这什么概念? 你可能没上到,这什么概念? 不是,我还没上到 对对对 简单来讲就是 温度越低,同学 我们一起想一下什么叫保和水蒸气压 要保和水蒸气压 不知道 好,现在是保和保和就跑出来嘛 嗯 我这边有一个密闭容器 密闭容器 然后我这密闭容器里放一点点水 好了,过一段时间水不见了,为什么? 蒸发 对,水就蒸发了 蒸发之后它变成大气的一部分 所以它在1公斤的一部分的大气压力 对不对? 对 这叫做水气压 对 可以介绍吗? 对 好,我再把水多一点点 水气要增加 会 我再多一点点,不会再增加 会 有没有机械? 有 什么时候? 饱和 饱和 对 饱和了之后已经 不会再增加之后 饱和了之后它发生什么事情 饱和了之后是什么事情? 饱和 饱和里面在里面看到水蒸气 还有什么? 还有雾 没有雾 水气 呃 水气啊 水气 水气你懂得到吗? 看它底下的水回不见了 水就不会再蒸发 水就不会再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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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已经泡好糟了 等一下皮不是 那其实哦 我简单来讲 为什么说雾 彩彩彩也好学? 雾彩彩彩也是一种推移的过程 是个推移的过程 有啊,我看到谁又在推移 我们在推移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能不能推移出来 懂吗?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然科学好学 是因为这样 因为人文科学的时候 不要讨厌吃 这个人突然 有些人性情暴躁 突然有情绪 就发生了一个战争 为什么发生了那种? 不知道 他那天突然不爽 可是历史不危险 他那天突然不爽 他不爽 因为早上吃鱼的时候 不想被鱼吃疙瘩 吃到喉咙 那种饭店里面的臭虫 有可能 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我会讲谁啊 不知道 我想永世队的那个 不可能 不是,我们是骑士队的那个 老邦哦 不会欺负 不是 老邦是控球后卫 好 另外有一个 不知道 好 不要争,我让二哥发挥一下嘛 不好意思 对,算了 宜中的spire 不要这样子 他今天有加歌 那我有那个重力 或有没有加歌 那我答应是 我刚刚是吸血 今天到目前 我大概都很认真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是写第二次 他们都是写第三个字 又一件啊 你要远 你要远 明明 多次量 多次量 所以你可以推测得出来 同学 同学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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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度有两种表现方法 哪两种 好 好 诶 诶真的 诶真的 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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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偷看濕度有两种表现方法 表现方法是 对 那个空间里面它的水气量 那什么意思 水气占的密度 水气占的空间 水气的密度 哦 空间分子里面 水占的 水占的那个比例 OK 他讲的反而不要完全 谢谢 他是推测的 诶 诶 诶 所以你第一次讲 你比较正确的 你比较好玩 有问题哦 你第一次讲 比较正确的 他们两个讲 不要补充 比较好问题 我在讲 你真的自然确是一个可以推测的东西 但是很多名词 你要慢慢的去多想一下 他名词都会记得很快 我们讲 这个空间 这个量 这个空气量里面 含着水的比例 这是一种濕度的表现方法 这种濕度的表现方法是什么 是绝对的值 还是相对的值 比值 它是相对的值 是绝对还是相对的值 相对 对 空气的年纪 来 丙元 你说说看 绝对 为什么是绝对 因为它有一个值可以去对照 有个值去对照 有个值去对照 什么样的意思 什么样的值 有个值去对照 就是有一个表 对照 不就你给它一个X 它就给你一个Y而已 所以它是相对的 它是数 我说现在在空气中 每一公斤的空气有两克的水 好 那是一个电子 那是一个湿度的概念 对啊 可是这个湿度是相对湿度 还是绝对湿度 好 它是绝对湿度 是绝对湿度 你从绝对湿度给你知道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很闷 还是很舒服 可以 绝对湿度没办法 绝对湿度也 绝对湿度也 绝对湿度没办法 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闷 不要 我们会觉得闷 或觉得舒服 因为它有别的意思 它有别的意思 一个原因 我们身体是37度 我们身体的水分 我们会善失水分 假设现在的湿度很高 现在湿度很高 已经到 基因物是饱和的时候 会有些人觉得 散热物就很舒服 停 我把它这样 现在水 现在水的相对 那个已经饱和 蒸气压很高的时候 就是 但是 情况 越饱和 你的汗 你就不用蒸发 空气的水分 已经饱和了 你的汗 蒸发出去吗 不能拉出去 那时候觉得闷热 我们会觉得闷不舒服 这都不舒服 可是 空气中的饱和 是一个变质 所以我们会改变 所以假设我现在说 我现在空气中的水分是 因为这是水气压 就是水气的量 我现在这么多 那我是在低温舒服 还是高温舒服 没有水气 我现在水里面 空气中含的水分 是这么多 假设是每一公斤 含的10克的水 所以假设在这边 那你觉得会在这边比较舒服 还在这边比较舒服 高温 为什么 因为你很容易蒸发 因为你的水很容易蒸发 因为你的温度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饱和在这边 你看这么多的水分可以蒸发 你还可以听蒸发 你的水气还可以蒸发 你就容易汗里面干掉 你就不会清爽 可是如果在这边呢 不好意思 饱和了 你现在空气中的水还要淋在你身上 空气中的水还要淋在你身上 你是不是觉得很黏 事实上我这个话是错的 因为如果真的溫度的话 溫度 它的绝对湿度顶头到这里 它不会再蒸发 所以 以这一点跟这一点来比的话 这一点会相对的湿度 因为你的水还可以再蒸发 这一点水会蒸发 不会蒸发 所以你可以从湿度的表示来讲 哪种湿度会让你觉得 比较你知道现在是清爽 还是闷着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谁跟水的比较 水气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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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么比 跟温度 跟人比 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段比这一段 这一段比这一段 这一段是目前的水含量对不对 这一段是它可以承受的含量 那知道意思吗 有道理 所以假设这边的话 它是百分之五十的相对湿度 所以它是算干爽的 我们台湾的湿度很多时候 到我们的70% 80%左右 就比较偏在这里 你偏在这里的话 你实际上是很闷的 因为你不容易在排 你的汗不太要在蒸發 你蒸发的量很显 可是如果到沙漠地区 或者是像有些大陆的地区 他们的秋天春天都还蛮干爽 凉爽的 因为它的湿度很低 所以你汗能排掉 所以你觉得很清爽 你整天会觉得很清爽 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笔直是什么 是相对的 是不是相对的 是你现在的水含量 跟 可以 达到 小胖 小胖 没有 我不知道 我课表上在写 小胖 在这在这在这 怎么了 阿罗 没有啦 阿罗 认为陈佑的课 应该在 类似国山的程度 那现在目前国山跟高一 高中的地区就冲塔 阿罗 如果我啊 我刚才讲过 陈佑的目标是先上这样的课 对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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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我刚才讲过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立刻他的词面 阿罗 认过我了 我认为阿罗讲的 好奇怪 阿罗说他在跟你谈 那时候是这样 我给他你谈 好 但是 空气中的 绝对深度 他这个观点说 我现在水温水多少含量 水温多少含量 所以不同的温度 这是空气中的含水量 我们现在来讲 这是30度C 跟25度C 在25度C的时候 我肯定保和了 对不对 我就保和了 我在30度C 我还有个空间 可以再蒸发 好了 那我要除湿 要怎么除湿 我想把空气中的水除湿 要怎么除湿 后继续继续 把里面的水分抽掉 对 怎么把水分抽掉 用一堆布 压缩他 用一堆布是个做法 是要吸部湿的 那你就把它拧结 对 怎么拧结 酱汁 酱汁它能够凝结 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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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冷气 它有滴水 或者我们在做那个 炒汁机 我们也试过嘛 为什么酱汁它有滴水 你看喔 我们简单跟你讲 它把空气凝结 可以滴 酱汁 对 你看喔 我现在水寒水在这边 对不对 我的温度是30度C 我把这个空气它有降温 降到20度C 是不是就保和了 对 我再往下降 这边的水水就跑出来了 对 这边的水含量就是跑出来了 因为 我当我降到20度C的时候 我的整个保和 只能这么多水啊 所以这边的水就跑出来了 对 就滴出来了 是让的 OK 所以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湿度的概念 那我们怎么去测湿度啊 怎么测湿度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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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测湿度 收集 一部分的空气 然后 再看 那边的那个 水含量 怎么看它水含量 把水管的排感 我知道了 看它的重量 看它的重量 再说清楚一点 就是 就是 它有一个 平面 嗯 然后 就是让它在空间这样 滑滑滑滑滑 然后拿去沉重 发现它的重量增加 为什么它会这样增加 因为它 沾到了水汽 空中的水汽沾出来吗 不然它 咚 怎么沾出来 它是空气啊 它就是空气 空气 空气 并不会说你这样换的话 再沾出来 它是空气 你看 那不然它就是 水的空气 水增气 那它就是那个 不然那个二氧化 它是什么量 它是水汽 它 仕途把它凝结 OK 然后 到凝结出水的时候 它知道它的 那个湿度多少 这是一个方法 这叫做露点温度计 这样我们解释过 我就拿一个镜子 我们开始降温 然后呢 这个镭射光打过去 我就可以反射到镭射光 就可以接到镭射光 对不对 然后我开始把镜子 降温降温降温 降温到 我这空气吹过去的时候 凝结了 我一凝结是不是就霧霧的 对 那镭射光就打不上去了 就不会反射了 对 然后我就可以知道 它凝结了 我这时候去测这个玻璃上的温度 我就知道 这是它的露点温度 所以从露点温度 我去对到那边 我就可以知道它现在的含水量 是不是 假设我 不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 你看嘛 假设我现在测出来 露点温度在25度 可是我现在真正的温度 就是30度 我就可以拿这个表演背道 30度的 这个含水量在这里 所以它的全湿度在这里 它可以把我们的蒸气量在这里 所以它是湿度只有这么多 所以它现在下水湿度我就知道了 对 这一点叫做露点温度 结露的温度 这样知道吗 ok 有概念吗 没有概念 但是你想啊 我们这样一个湿度计 湿度表 有这么复杂吗 没有 嗯嗯嗯嗯嗯 那它到底怎么做 它其实是给这个数字 让你看一下觉得很熟 像我们这样子 那这么简单 它是有概念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是常观察 科学常观察 不同 到处观察到处观察 它发现说 竟然有个东西 它对湿度是敏感的 酒精 错 水 错 酒精跟水 就算对湿度敏感 这里没有发布 你怎么说酒精对湿度敏感 什么叫敏感 头发 或者是 金马里巴 它的长短 会跟湿度起变化 湿度越高它越长 湿度越低它越短 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温度计 是不是对什么 对我们拿温度计 热胀我们说的长度变化 来测温度 是金属 对不对 金属的热胀我们说 我们给它测温度 是金属 同样假装我们可以找一种 对湿度可以有长度变化 是不是给它测湿度 它是这样做 它怎么做 它拿一个指针 拿一根针 它把 那个毛髮 就是 马尾巴的毛 卷在这边 所以当我长度变化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拉短一点 或放长一点 它就旋转 所以加个弹簧 弹簧撑着 所以呢 我缩短的时候 它卷过来 这上面有点指针 它就取过来 然后湿度高了 它就放松 它就可以指针 就可以跑 是不是这样 所以湿度计器 非常简单 这也非常便宜 好 这是简单湿度的测量 然后这是我们 第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页 我们做的结束 是这样 有问题 一至一的部分 OK 我们就进入一至二了 一至二就是水气跟天气 对不对 然后 麻烦各位回去 所以就要预洗一下 第一章的部分 看完 这是我们讲 大气气层的这部分 第一章 陈佑 你要记得 这是 大气气层的第一章 要开始预洗完 那 简单这样 那什么叫云 云 云 一堆 冰 冰 那冰为什么会掉下来 因为它密度很小 没有 因为它被风吹下去 因为它颗粒很小 你看 我们今天讲PM2.5 什么叫PM2.5 很小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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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通常 它就会有玄武的效果 它不经常掉下来 不经常掉下来 PM10 PM10多 它就慢慢成这样 PM11现在不太有成像 我讲成像就是 PM2.5 我们都会成 可是呢 我们把这空气 全部密蒙起来 所以就不要拎弄它 它过一段时间 这些颗粒会掉下来 掉到地板 可是到PM2.5的时候呢 因为空气的撞去 空气是撞来撞去 空气的分子撞到那颗粒 它就会往上弹 所以它不太能掉下来 它想要掉 弹上去 所以它一直漂浮在空中 它基本上不太会掉下来 所以PM2.5很难处理 是因为这样 因为它基本上 重力对它的影响很小 它不太会沉下来 沙水 沙水是个方法没有错 所以下过以后 空气会比较清爽 是因为水跟颗粒粘在一起了 然后把它带到地下来 同样的空气中的云 酸雨也是这样形式 酸雨也是啊 我们现在排放出去的一些 就是带酸心的那些气体 譬如像CO2 或者是磷酸 或者是硝酸 这些气泥 它飘到空中去 它跟水结合 它变成硝酸 本来是磷酸盐啊 硝酸盐这些东西 但是它跟水结合 它变成硝酸或磷酸 那它变成硝酸 那刚刚讲 曾经说 冰没有错 但冰因为颗粒很小 想像刚形成的冰 是非常非常小的颗粒 那之后 它就用这些空中 它就直接要掉下 这种就是看到的云 那什么是雾 水 什么水 水滴 水滴 水气 水气 它应该是小水滴 非常非常小的水滴 水滴 它是水 它本质上是水 水蒸气 水蒸气就會跨在两块 就是有点水气 有点水颗粒 你看它 那个水壶烧开的水 冲上来的时候 你仔细观察 在水壶 靠近水壶的嘴的地方 是透明的 基本上没有来来 去地瑞就知道了 你在那个 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是水壶 我说水壶烧开 那100度的时候 你水壶烧开的时候 你几 扣一扣一扣 扣一扣 扣一扣 你仔细看那个湖嘴 距离湖嘴大概有1公分左右的地方 是基本上没有颜色 就微白白的 是透明的 上来的时候还是白白的 那请问 那个湖嘴的地方是什么 完全气态 完全气态 完全气态没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是完全气态 可是那1公分之后 白白是什么 就水滴了 是小水滴 所以刚才陈宇讲的 小水滴 是白白的 没有错 那其他物怎么形成 物怎么形成 物怎么形成 情况怎么样 靠冥想 靠冥想 行程 温度 怎么样 温度改变 温度改变 然后怎么改变 升温 降温 为什么温度会降温 太阳出现消失 因为有风 因为有风 OK 好 这都是关键 比如说 像西南沿岸 在 比较靠 快进入秋天的时候 清晨的时候 它会吹 它如果是吹西南沟 它如果吹西南沟 西南沟 在海上的气体 是含水更高的 它进到陆地 那因为陆地 经过一个晚上 经过晚上 地表的温度很低 因为它一直浮射 散湿热量 所以地表温度很低 我们学物比热 对不对 陆地比较容易散热 所以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陆地的石头啊什么 那就是 陆地表面都是冷的 西南风吹过来的水 是含有 比较多的水分 所以这风进到陆地 马上就形成雾了 然后风吹过来形成雾气 因为它这些消耗 它就饱了 扣定用水分就饱了 因为低温的关系 那本来我们台湾的水气 又比较高 水的 对对 效率是比较高 所以它进来这些水气 它就超过了 就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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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水气 好 那是反潮啊 反潮是什么 就是地上浮水 对 反潮也是哦 也是 对 YES 我叫Tony进来了 加一大点 加一大点 那我们不是现在可以加吗 没有 加加加加加加 趁字节不在 趁字节不在 你这个意思吗 两条 都两条 好 好 问一下 那什么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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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 买买 什么是买 就是一种很难写的字 诶 买 Bryan写的字 课本用得下 课本上没有 这是我写上去 买 买是什么 买 买 非常 Bull 套路 加一大点 扣不分啊 要求 要求点数 这个看我高兴 买是小课 2018 买 买 ı 18 2 不對 它是靜帶的 這個字叫做假戒 它為什麼這個字上面是魚字邊 因為 它叫下雨嗎 含水氣的小爐子 其實沒有含水氣喔 埋害的嚴重 很多的小灰塵 掉下來 馬來是怎麼形成的 馬來是怎麼形成的 燒東西 主要是燒東西 燒東西燒得不完全 它是化學後的產物 常常不會在化學反應後的產物 現在目前比較嚴重在西南陰暗 是因為火力發電腦的關係 因為火力發電腦燒煤 燒煤 燒煤就容易產生一些渣渣 那些煤渣的 它顆粒非常小 它就可以埋害了 所以現在目前 你可以看一下 Google還不錯 它現在如果說你是Android手機的話 它就會提醒你 現在目前的空氣品質怎麼樣 對不對 空氣品質 對 這樣 譬如說你看看 今天的空氣品質 這需要拿 他們在 表示他們 非常的 欸為什麼空氣品質不見了 喔 沒有參加 我今天也追幸 空氣品質 很奇怪 現在知道 看到 空氣品質很不錯 有喔 有喔 32 空氣污染指標 可以從事 庫外庫告 像西南沿岸的部分 他們說 空氣品質比較糟糕 為什麼空氣品質比較糟糕 為什麼空氣品質比較糟糕 早 早期 我們都怪罪說 是大陸在漂外的 但是 還會發展 引擎火力發展 造成蠻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 西部很多縣市 就要求怎麼樣 沒有火力發電 對他們說 不行 我們的 箱 我們這個省 我們改用人力發電 同學同學 收起來 靠點就好了 慢收起來 那個 他們要求 像如嘉義 雲銀 台中 他們要慢慢錄音區 要求說 我們要把火力發電廠 趕住我們的市裡面 趕住我們縣人 人力發電 就不要在火力發電廠 變人力發電廠 對 其實這個問題 大家都不要火力發電廠 千萬火力發電廠 就沒有了 那台灣的電 要從哪裡來 人力發電廠 核能也不要 他們也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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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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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發電廠 每個人一天要騎 16個小時 然後再睡8個小時 所以人生就有道路了 我們曾經講過一個就是 在我們講那個 火塵眼的時候 我們講過一些 岩石 他民潔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指點 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指點 或是我們在講結晶 我的眼結晶的沒有 我看一下 沒有 真的沒有結晶 沒有結晶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 濕濕太高 濕濕太高 水會比較好 因為濕濕相對來比較高 水分也沒有辦法蒸發 他不會結晶 但是結晶不是 就已經給錢 我們講過飽了 聽我們講過飽了 過飽了 過飽了 剛才那個 融解度到頂端 然後再加更多融解 汁 它不會過飽了 還是停的在飽而已 它不會飽 降溫 降溫它 降溫它還沒有融解 還沒有吸出 譬如說簡單來講 我第一杯水 我第一杯水呢 假如我現在聽說 一排度吸 我的融解度是40克 50度C是38克 20度C是32克 譬如說這樣 要不要再講好不好 然後呢 我現在是100度C的水 我就加了40克的鹽 溶解溶解溶解溶 全部溶解的 然後就把水降下來 發現我降到20度C的時候 竟然沒有水煙跑出來 那5克的鹽應該是要跑出來 因為20克的飽和水溶液 應該是35克而已 刻鍋子 蛤 刻鍋子 記住 記住 誰要刻點呢 現在那個刻的跑不出來 為什麼跑不出來 因為它沒有那個磁點 沒有磁點讓它結晶 懂意思嗎 沒有磁點讓它結晶 要先有第一個點才會結一堆點 對 要先有那個點 要先有一個東西 它那邊去靠著它 融點 不是它會一直把那個力量儲存起來 等待爆發 對 所以那個磁點沒有溶解溶 它沒有要點擊 所以它有一天 我們覺得很悶 可是雨一直下不下 為什麼 因為沒有磁點 因為沒有磁點 這時候可以人造雨怎麼做 你丟一個磁點 對 那磁點呢 在這邊再講 它就用點化銀 是不是點化銀 反正點化銀 所以有時候他們 一直久沒有下雨 今天開始有雲了 它就派飛機上去灑點水 灑點化銀 灑什麼水 灑點化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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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水就流下來 它可能就 它會再放水氣 然後就會一直下 水的量比較少 因為水 你沒辦法在空中 分散成很小的顆粒 你分散成很小的顆粒 它用點化銀 點化銀 你可以裝入水分子 灑水 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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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簡單來講 你的密度沒那麼高 我一個飛機 我要再多少水上去 那它點化銀 密度相當比較高 它的趴力桶很小 所以它可以讓水 凌結到水滴的地下 點化銀是一個分操的指點 什麼意思 酷輪是水 那什麼意思 酷輪是水的 酷輪是嗎 加輪 謝謝你 麻煩我們去訓練一下 第一張看一遍 謝謝 下課吃飯 吃熱酸 謝謝